我说这换了个工作嘛 换了个工作 也是天天走的时候特别早 有一天我就加班了 比较晚 我说这回家以后肯定有口热口饭吃 这都和好了 这回到家里面一看这些东西 这么面数又是我的东西 无缘无故的又把我赶出来了 不敲门也不开 你还有点说 不知道什么原因吗 就是那天吧 他早上起来六点多就走了 然后到晚上十一点都没有回来 那天呢还是我的生日 他今天把我生日都忘了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就把他东西又给他放到楼道口 我就拎了出去了 出去我就到酒店里边去了 到酒店里边 你那个前台都说了 可不行了给你拜张会员卡吧 太无奈了 来买卖了 实在没办法 后来我看见朋友圈里边 他原来过商务日了 后来我就说呀 确实是我不对 第二天早上他又找到来了 又打了 这次没打 我就带着他去买了个蛋糕 又抢他吃的大虾 他喜欢吃大虾 别提大虾 你一提大虾我就来吃 其实我挺喜欢吃大虾的 那天吃了一份没吃饱 因为特别生气 一天也没吃饭嘛 我就想再吃一份吧 他不让我吃 他不会要了一份炸馒头 炸馍片 那你说你没吃饱 给你再加一份炸馍头片 不是一样就能吃饱啊 你炸馍片能和大虾一样吗 那你没说你要吃大虾啊 我说了 我说咱们再加一份吧 我没吃饱 他说行了 别吃了一份就够了 我说第二年再吃吗 能记得住了吗 第二年再吃 从那以后我们的上日 他的上日 还有是结婚纪念日了 这些我都记得住了 所以我说第二年 我保障赔你两份嘛 是吗 其实他就是个玻璃心 他下班以后 说肚子饿了 我就得赶紧起身 给他做饭 可是他就拽门出去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饭做好 就打不通了 无缘无故的就生气了 那肯定不是 无缘无故就生气啊 因为那天我在上班嘛 他那天休息了 我是十二点钟下班 他在家玩了 一上午的手机 也没有做饭 回来之后特别饿 早上也没吃饭 的确是特别饿 我以为饭已经好了 实际上没有饭 我就特别生气 然后拽门出去 自己把饭吃了 你说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 他老是拉黑了 你饭做好了也不行 他吃啥反正就是说 现在饿 你现在就要把饭端出来 端到那根前 那你每天下班回来 不也有一口热乎饭吗 为什么我下班回来 就没有呢 因为这事也把我拉黑 我弄我自己吃个啥 你也不愿意啊 妈妈懂得这样说 孩子会越来越感恩 一 把快一点 改成还要多久 二 把别吵了 改成稍微控制一下 三 把你能不能乖一点 改成 妈妈知道你会改变的 四 把 怕什么 改成 不要怕 有妈妈在 五 你有没有在听妈妈说话 改成 妈妈知道 你有听到 六 把 这有什么难的 改成 谁都不是 第一次就会的 七 把 不许哭 改成 哭完再说 如果你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 就看看这本父母的语言 看完之后 我保证你会惊喜 会惊讶 原来把孩子教育成功 就是一句话的事